交流到出口发生追撞车祸 后方塞车车阵长达1.7公里 轿车车尾明显凹陷 63岁王姓女驾驶被连结车追撞 趴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 她的丈夫哀疼欲绝 一度贪软跪在妻子身边 她一路跟到医院 但不幸的是 女驾驶伤势严重急救无效 她是说她没有注意到 然后等到她回过程来注意的时候 就直接撞上去了 警方调查原来银色轿车抛锚故障 车上一家三口 将车子绽放在交流到出口曹化线上 两夫妻下车查看 没想到意外发生 造势驾驶被带回作笔录 疑似慌生追撞前方车辆 而她是景山交通公司的员工 这间公司2018年也曾酿成国道三死意外 当时的驾驶疲劳上路12小时 追撞警车撞死两名警察 及被拦查的大货车司机 也曾发生冲撞山壁的惊悚画面 这次又是金山货运撞死人 造势驾驶下午出现在殡仪馆低头不语 警方说车辆故障 得将车子停靠路间并摆放警告标示 连接车冲撞酿货 为注意车况涉及过失致死 而女驾驶松衣不治 丈夫及女儿亲眼目睹追撞现场 更让人揪心不舍 介中部综合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